這球蠻扎實在右邊 落在了界內形成一隻安打 這看起來又要變成一隻長打囉 楊瑞辰遞搭了二壘 又是一個Leo Double 打擊出去在中間方向 結果出現安打 楊瑞辰繞過了三壘之後 現在要來直攻本壘 這個回傳球傳高 這個時候小雨銘敲出了安打 是9月2號之後再度有敲出安打 楊瑞辰刺的打著有發揮 對於富邦的打擊來看 這球推向了右半邊 所以先選擇來推進隊友 這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第一球就出手 在左外野方向 中左外野方向的位置這個距離 應該夠遠囉 三壘上的跑者啟動回到本壘 沒有問題 周外野的高飛騎身打 打樹沒有敲出安打了 這球很紮實 結果游擊手沒有處理好 這球以林祖傑的防守能力 我覺得是有直接接近小套的機會 走了 這個時候考驗補手的傳球 結果傳歪 傳到了外野去 所以王正濤一口氣 又來到了三壘得分的大門口 積極的出手 在右半邊的飛球 有二壘手 右壘手趕過去 喔 摸在界內 先撐一隻德州安打 那王正濤當然回來是沒有問題喔 高國齡這算是滿幸運 兩分 哇 這一球也很紮實啊 在中間方向又要出現安打 應該又要帶有打點囉 高國齡繞過了三壘之後 一樣回到了本壘 攻下富邦和將中央比賽的第五分 很輕啊 看完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們按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一下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露間每支精采影片喔